刘亚洲战略文集 33.谈西藏 2000年9月 21世纪西藏对中国之为重要在西藏这块最年轻的土地上生活着最古老的民族 我从未像今天这般关注西藏 在古代,西藏有功于中国 中国这块地盘实在是太出色了 西北 西南都是高原 东部 南部则是大海 冷兵器时代 全是不可逾越的天然长城 只有北方是个缺口 古代一切对中国的侵略都来自北方 人造的长城是受尽灵卤的小媳妇 没有西藏高地 亚历山大狂飙般的铁骑定会踏上中国 我一直认为 亚历山大对着印度和流泪 不如说是对着喜马拉雅山流泪 进入新世纪 我大胆地说 西藏是决定中国兴衰的钥匙 有西藏 中国是一流国家 无西藏 中国是二等角色 一 新 21世纪 美国的外交和军事仍将围绕着中东地区及其延伸线展开 中东石油储量占世界三分之二 全球资源越匮乏 中东对美国越要紧 除了石油 他还是地缘政治的中心地带 上世纪末 美国为了中东打了两场战争 苏联解体后 中亚五国把俄罗斯与这一地区隔绝 西藏反而成了最接近中东的突出部 中国尽可江河之下 势不可挡 退可疑险而首 美国人眼贼亮 早看到这一点 他比我们的眼光早了何止三十年 达赖不过是美国这盘大棋上的一粒小卒 西藏正面的敌人不是印度 而是美国 印度民族骨子里流着佛教的血液 懦弱不能占 印度是块肉 美国是块钢 中美迟早要在世界屋脊相撞 二 衰 西藏是中国的房顶 如果房顶被别人占领 房子里的人岂能安宁 吐蕃强盛时 冰封曾染北戴河 北中国已非中国 美国势力如人藏 高屋建林 势成澎湃 中国威夷 这是军事 六七十年代备战备荒时 毛泽东把中国的军工 重工一股脑 迁往西部 西藏若失 西部必成前敌 这是经济 更为危险的是 中国最缺水 黄河寸断 长江捉襟见肘 两条母亲和源头 不在那块高地上 我曾从那去过 湖泊如镜 兴罗其部 柔软的像女人 小肚子的草地 一采一汪水 升个宝殿 全中国都依赖这泡水 丧失此地 中华民族将入地狱 近代中国两次走到 悬崖边某年 我从日喀泽返回拉萨 途中 我攀登雅鲁藏 不将盼得柔起山 登上海拔 四千七百米的顶峰 我俯瞰西藏大地 山很新鲜 江河饱满 太阳很近 长安很远 雪印蓝天雪更艳 好河山 我一寸一寸地 苦练着祖国的土地 我珍惜今天所拥有的 我痛惜昨天失去的 岳父曾道 毛主席什么都好 只有一件事做得不对 同意把外蒙古割出去 我永远记住了岳父的话 一个国家强大 首先要有辽阔的版图 祖宗正下这份家业 子孙没出息 守城不足 败家有余 到我们这一带 英龙行虎步 不乐艳然非好汉 我把幽绿的目光投向东南 那个小岛在呐喊 一个民族在内战 在往东方看 那是美国 在美国上空 云城五彩 成龙虎状 我暗暗心惊 那不是古人 讲的天子气吗 美国人就要统治世界了 美国人深知 阻止一国崛起 最要紧的就是肢解他的版图 二次大战后 他肢解了德国 英国曾肢解印度 冷战结束后 他肢解苏联 现在又将南斯拉夫分尸 俄罗斯已死 美国对中国开刀 大陆和台湾 都是美国全球期盼中的棋子 小小台湾 有可能改变世界 历史进程 若我对台用兵 正中美国监禁 台湾回不来 西藏再出去 近代中国曾两次面临被肢解的境地 第一次是1840年 由英国人发端 至1900年八国联军收尾 中国体无完肤 恰在此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欧洲列强纷纷参战 中国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 就在这段时间里 主宰中国二十世纪的两制政党 国民党与共产党相继出生 第二次是从1895年到1945年 五十年间 日本侵华 台湾先施 东北再施 七七事变后 中国大凶 这时 日本犯了两个错误 发动太平洋战争 唤醒了美国这只沉睡的雄狮 此其一 日本原是寻忽必烈灭送的路线 进攻中国的 由北向南 先取四川 把蒋介石逼到东南沿海 国民党吸取历史教训 倾全国之力 发动松户会战 禁使日本改变战略 便由北向南围 由东向西进攻 蒋介石得以退守四川 以天险 以美元 也以苏联 更以西藏 论持久战 如果日本军部不被胜利冲昏头脑 把战争严格限制于北纬三十度以北的东北亚地区 中国今天的版图难以想象 此其二 历史可一可二不可三 命运不会永远关照中国 辞骨 such as luar g hat